招呼同党立委来体验特别搬来的轮班秘密武器 徐晓鑫安稳躺床滑手机 只是过去总强调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现在去传出申请随护保护 过去我都一直希望能够不要申请 因为我是一个蛮热爱自由的人 但是最近有一些人身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是有因为这个事件而去申请的 徐晓鑫指出是保留总队主动询问 对人身安全有所顾忌 她在周一向警政署正式提出申请 但恐怕还有这个考量点 网红四叉猫脸书宣布 这礼拜天5月18号成功申请到徐晓鑫住家外陆全 还洋洋沙沙列出十大公告 粗估整天会有一百人 更拿徐晓鑫当时跑去赖清德老家的朝圣文 反访大家一定也会聊的不亦乐乎 他们去借陆全来我家打卡是一件很低俗 然后呢就是很恶心也很下流的事情 没有办法得到社会认同 而且相当明显的时候 我干嘛当他的刹车皮啊 他那个我申请陆全刚过的时候 他是讲说那个合法申请欢迎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两天 突然就说我低俗下流了 赖清德的万里故居 本来就是一个景点 跟我家是民宅是不一样的 大家不要觉得我是一个会被霸凌的人 我从来不是这样子 随他但是我相信就是我们来朝圣的网友们 一定会就乖乖的 如果呢有任何那个暴力行为 我相信就是他所谓的反制吧 徐晓鑫平和反制第一步 先准备指甲剪阻送给邻居们 面对网红申请住家附近路权 对比先前都赖清德老家拍打卡照 如今似乎成了徐晓鑫的最大会力标 上去离开最后才有S小组台北什么的